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心园基金会结合永续的理念 以稻田餐桌的形式 邀请全台民众共襄盛举 更呼吁民众用实际行动 支持永续与爱兴两项一举 今年会特别不一样的是 我们把它从室内移到户外 因为是结合我们低碳永续的主题 然后结合在地小农 跟在地厨师来做料理 白和原子的相关食材 让社会大众吃到新鲜在地的白和的莲子 然后也可以去感受到 小南海的风景和优美 希望这些长期支持我们的社会大众 他可以走进来我们中心这样子 了解我们的服务状况 我们联心园基金会 对于慈善啊 还有这个弱势关怀的部分的付出 补足政府部门可能做得不足 或者是不够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很高兴 那我们联心园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福利 这场令人感动的音乐餐会 联心园除了倡导永续低碳的理念 更承担着呼吁民众重视在地弱势群体 拉近于民众距离的任务 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的活动 把疫情期间所缺少的募款补上 争取到更多善心民众的支持 并感恩获取近30年来的长期捐款者 疫情对我们的挑战除了说 因为整体的经济状况真的也不好 那所以整个捐款是往下坡的 这三年因为疫情 其实服务对象几乎都不能回家 那对第一线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积极 希望透过这些的活动跟行销 来让社会大众记得说 联心也有在做这样的服务 希望社会大众给予这样的支持 三年的疫情 全台工艺募款普遍萎缩 但需要服务协助的弱势者 仍日益增加 联心员借此机会邀请民众 到基金会的启治中心参观 拉近服务对象 机构与捐款民众的距离 在启治中心 联心员每日都会给予日常生活的照顾 包含刷牙、沐浴等 也有生活自理的训练 安排社区适应活动 让身心障碍朋友走进社会等 增进他们的生活品质 目前联心员企治中心的服务人数 已经达到96位 即使如此 还是有许多的民众拨打电话进来 询问是否还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入住 至今后卫的人数已累计到87位 代表社会仍有极大的需求 希望让他们可以走进来 看到联系员在做什么 也很认真的把他们的捐款用在该花的身上 所以他们透过这种环境的参与 还有服务对象作品的呈现 可以去看到这一群 身心障碍者在这边很认真很努力的在生活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方式 让他们去更能够深刻感受到 这些人是很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社会 那更期待说这一群人愿意有行动来接纳这群孩子 致力于服务台南在地弱势族群的联心员 成立之初以偏乡长者的照护送餐为起始 到如今寒瓜身心障碍人士的照护与辅导 联心员秉持改变弱势者生活的目标 数十年来深耕地方服务不曾停歇 人籍的创始维练 在我的当初的小孩 真的很单纯 很单纯的那一人 就是我在参与小孩的时候 我去招牌台南的一个地方 看了很多都心心痛的 在我们的流浪街头 被凌辱几乎 他们过来的生活真的 这种可以说惨不忍睹 各种的这种生活里面 最没有人在关注这些地方 联心员董事长兼创办人张田党 在为社会议题奔走基层的同时 看见社会中有这么多受忽略的弱势族群 让他毅然决定创立联心员社会福利基金会 希望集结更多社会的力量 来帮助更多的弱势民众 我们就是尽量说 尽量没有人去照顾 要家庭的环境 不是一般我们正常的家庭 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去关心 注意 在这儿配合我们的支援的担任 所以我们一起关怀 入国的帮忙 张董事长深知 受人以渔不如受人以渔的道理 在企制中心提供全日型的照顾 给予身心障碍者生活学习机会 及培养自立照顾的技能 也成立日间作业设施与庇护农场 协助身心障碍者融入社会 进入社会工作 自1997年创立联心园基金会 张田党董事长不仅深耕台南在地弱势团体 近年更在台中市南区扩大成立 温馨公益空间 它是社区式的日间照顾服务 及日间作业设施服务 两种服务设在同一间建筑里 多元的服务形态 就是期望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 可以得到支持与陪伴 希望将影响力扩大 可以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希望结合更多有心的人 让年轻人全台湾都有 希望这个社会 有更多人了解 第一副这个对台湾的社会 对一个文明主任进步的国家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共同社会的敌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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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